《家家日本常年迪經》 多謝大家再次收聽《家家日本常年迪經》 燈師傅你好 楊師傅你好 大家都好 現在天氣冷了 師傅,你把聲有點沙沙的 是的,很怕這種天氣 聽說這個秋天轉冬天的季節 以前師傅每一次在香港 一定要入醫院 是的,這是我入醫院的皇季 是不是入了很多次? 是的 很奇蹟的 醫生就說,你不如離開香港 誰知道一上飛機,飛機一起飛 沒事了 離開了地面便已經沒事了 為什麼這樣呢? 空氣 空氣 天氣 對氣候轉變敏感 加上地理環境 那種濕、空氣、質素 這些就造成你要咳嗽了 氣管炎了 那時候呢 揹著氧氣 在醫院裡 全天揹著氧氣 這樣呢 我這些師兄弟 當然很想我發點好 沒有理由 這麼多天還揹著氧氣 請教醫生有什麼方法 醫生說 對他來說沒有方法 總之他一離開氧氣 他便會再咳嗽了 又會再喘 所以我現在很知足 回到香港這三年 都真的託賴 身體沒有什麼大病 沒試過入醫院吧? 在香港 哈哈哈哈 先去雜住 不用雜住 我又不怕 入醫院便在醫院裡休息一下 最近師傅你病 師傅因為感冒而引起氣管炎 真的有朋友說 師傅我支持你了 我知道 叫什麼 資助你 入醫院休息幾天 入醫院休息幾天 這樣也有 對 誰知道 接著就有醫生說 我現在這個時候 應該睡在醫院的床上 我又不選擇這樣 不過就要難找你們了 這些這麼慈性 這麼低沉的聲音 你們有沒有嫌棄 有沒有抗拒呢? 當然沒有 希望你們沒有 其實師傅 講完你說不舒服 很多人 都寫電郵進來 甚至是很關心師傅 對 多謝多謝 是的 這也是我病了幾十年之後 到現在 我覺得我收成善果 無論過去受了多少苦 今時今日 身邊都還有一班人這麼愛護 我覺得真是很大的福德 多謝大家 是的 我今天有些事 燈師傅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一定不知道 師傅 你想什麼 為什麼 這個電話 你剛才 他自己說 他自己說自己是末期的癌症病人 就很希望我聯絡他 是 他有些情緒解決不了 然後 他還加了一句 因為我已經是末期的了 希望師傅可以安排早一點 我不知道 什麼時候 要離開這個世界 我當然盡快去回覆他 是 那時候大家 談了幾次電話 原來他已經移民去英國 就前幾年回來 因為丈夫在英國去世 他一個人孤零零又沒有子女 就回到香港 他正準備 將自己下半生 投入去做義工服務 去服務其他人 誰知道回來幾個月 一次檢查之下 就發現自己已經是末期的肝癌 很晴天霹靂 接受不到 接受不到的時候 那段時間他很痛苦 情緒上很多很多波動 身體有很多很多苦痛 他就知道我曾經有這樣的病 所以就聯絡我 那段時間我跟他談了幾次電話 在電話裡 他說話都還有氣有力 有氣無力 有時就有力無氣 就是你聽得出是衰弱的了 那我第一次跟他談電話的時候 他是需要躺在床裡的 已經是躺在床 這樣去支撐著 那誰照顧他呢 是的 他的姊妹 他的家人 就去照顧他 是這樣的情況 那他當時第一個電話 他就說 嗯 知道師父你很忙 但是我都很希望 如果等你忙完 現在手上的小小工作 我很希望能夠有機會 會見你一次 那我說好啊 那我預了有些時間 就打電話給他 打算請他來 見也好 我去他家見也好 怎知道那次他就說 師父師父 在這個星期呢 我才發現你 哇 原來你要做這麼多事情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改變主意了 你不用要見我了 因為我雖然是很多煩惱 但是我知道自己現在 已經是在什麼狀態之下 即是接近死亡 你不要再花精神在我身上 能夠聽到你的鼓勵 我已經於遠足矣了 我已經足夠了 我知道你有身體不好 你留下一些氣力 去照顧更需要的人 很會想啊 是啊 很有體貼 是啊 那我就說 如果你真的需要 我真的可以見你 他說可以了 聽聲就等於見面了 我現在我希望你能夠知道 我有信心的 我說你有什麼信心啊 他說我有信心我自己走得好 嗯 我說你憑什麼你有信心走得好呢 是啊 他說到現在我最困擾著我的 就是我身上對自己患病 為什麼會患病這個煩惱 嗯 我看完你的碟 還有我看了一些書之後 我感覺到 我不是不幸的 嗯 我其實一生人很知足的 嗯 正如你上次說 我已經叫做 安安穩穩地過了幾十年 我現在還求什麼呢 嗯 既然眼睛來到這裡 這個是我的結果 我就要面對 我就要接受 我聽你說的 我說 你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啊 他說 真的師傅 哎呀你這樣都不支持我 你這樣都不給力量我 我說給 怎麼會不給呢 嗯 我恐慌你是為了安我心 那還沒說完 他就說 我不會的 不會的 我以前真的很煩惱 我現在真的開通了很多了 嗯 我說這樣就好了 那在那幾個電話之中呢 就是大家這樣 他講講他最近的情況 那一路一路看著他差了 嗯 看著他差了 在幾多個月 或者一段幾長的時間 慢慢轉變差呢 其實是個兩月的 哦 過兩月的 他到最後 他說連吃東西都吃不到了 嗯 那肚很脹 很實 很痛 那肚很痛啊 師傅 我說 你要 你要知道 我說這個是什麼病 我說我當日都很痛 很痛很痛 嗯 他說 那你痛的時候你怎樣 我沒有吃止痛藥 沒有打止痛針的 因為我由 我知道我病 那分鐘開始 我就接受了 如果我是用中醫的療法 我一定要捱很多痛的 嗯 我自己心中有數 我接受了的 那他說 但是痛啊 那真的痛啊 那痛了上來怎樣 我說如果你是支持不住的 你就跟醫生說 請他開些止痛藥 但是不要太重的止痛藥 如果不是呢 我說你會很分審的 嗯 那就是一直這樣 大家分享 到最後我跟他最後一個電話呢 嗯 就大家講到遺體捐贈 哦 講到遺體捐贈 它是什麼來的 那我就說 是我們 臨終之前 或者是在我們有生之年 嗯 我們簽一份表格 我們願意把我們的遺體捐出來 嗯 我在香港大學 現在正在做遺體捐贈的推廣計劃 中文大學也有 台灣的辭職就做了很久了 大體捐贈 那他就說 佛教徒不是說 往生了之後 八個小時不可以動嗎 我說遺體捐贈 不是八個小時之內 去動你嘛 起碼這個和這個器官捐贈 有一點點不同 嗯 那他就問我 那其實拿副身體來做什麼 嗯 我就拿來給醫學院 大學裡面的醫學院的學生 去做研究 因為現在很多病呢 這個社會不同了 嗯 鄧師傅我相信你都會 是的 接受 以前的人的病很單純的 菌哪有這麼多種的 但現在你看 啊 有什麼變形有什麼變種的 菌多到不得了 嗯 人心一亂的時候 古怪的東西就零射多了 嗯 以前的醫學的 剩下的資料 其實已經不是那麼適應 不是那麼適合 現在這個社會 病態的需求 嗯 必須有現代人的 的身體 去讓很多人去化驗 或者去研究 沒錯 嗯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 我有沒有跟你說過 是關於什麼 我肝癌的時候 是 我的中醫和我醫的時候 他說 很多越位已經不是在正確的 越位那個位置 本來就是一般的那個位置 是的 嗯 就是從古到今 嗯 嗯 比如這個 去研究 至少要二三十句 但是整個香港 原來到現在每一年 每間學校 都是一句 遺體 這個信息可能 不是很廣泛 或者大家 不是能夠接受 遺體捐贈的 嗯 說真的 推廣那個活動 又不是做得那麼 那麼熱烈 很多人都沒有聽過 很多人都沒有聽過 嗯 他不知道 還有中國人有一個 很強的概念 死要有全屍 不是你去 是不是佛教徒先 但是他不知道 他那個 要死要有全屍 是在他死的一分鐘 你不要被人斬頭 不要被一些意外 沒有了手 沒有了腳 沒有了身 明白嗎 因為以前的人 行刑 是習慣了五馬分師 嗯 五馬分師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知道 香港人一定知道 五馬分師 是做什麼的 那麼他是很忌諱這件事 就是說 其實換句來說 走的時候 要走得好 嗯 而佛教的八個小時 根本上在 娟贈為體的時候 已經過了 他一定不會在八個小時之內 去劏你 去動你的 嗯 如果器官捐贈的時候 如果你有這樣的心的時候 其實已經超越了 是 因為人的神色 到最後走的時候 神色是 雖然還有一段時間停留 但是色是不痛的 嗯 所以是沒有影響 不會令你那時候 你捐贈器官的時候 你的把刀托下去 你會覺得痛 嗯 當手、腳 即眼看不到 鼻聞不到 口說不到 身體動不到 腦細胞死亡 心停頓 那時候 那分鐘開始 只有是懂存在的 嗯 只有那些覺知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 嗯 所以那時候是不痛的 如果大家有移民 或者你想更加清楚的 你去看看印信導師的指示 嗯 他講得很清楚 其實這裡 其實我們做為體捐贈 或者器官捐贈 最重要就是 我們自己有這個心 有這個緣 是的 那你到時真的已經離開了 甚至家人已經離開了 他已經有這個緣了 我們再去 即是叫做動手 動刀的時候 他就不會說 執著身體不捨得 嗯 他會執著身體的 嗯 執著身體什麼呢 他會心裡面跟醫生說 你快點牽我吧 是啊 趁身先 快點拿去救人 快點拿去救人 這個是我最大的心願 他一定會是這樣的 嗯 如果他是有心的話 沒錯 所以我們不可以從我們旁邊的人 去看一個 願意將自己身心奉獻的人 那個這麼偉大的愛心 嗯 不可以代入的 嗯 但是他呢 他一聽到為體捐贈 他很有興趣 就問了我很多事情 哎呀 真的好啊師父 嗯 如果我到最後呢 我可以為這個社會 為病人做多一件這麼好的事 這個是我最大的心願 嗯 我願意啊 我說你願意沒用的 你一定要跟你家人說啊 告訴他們聽 他說他就說 我家人一定不贊成的 哦 那你不要緊的 你自己有這樣的心願就行了 你找個機會跟他們說 嗯 那麼他好就好啊 但是那時候我要準備出門了 是啊 準備出門而已 嗯 那麼我就在那段時間轉轉節節 啊 又去了國內啦 又做了課程啦 那麼就一路 那個電話就最後了 嗯 直到今早 相距都是大約大半個月 嗯 嗯 那麼就收到一個電話 嗯 還有我講漏了些事情 是 就是之前呢 他就跟我說 師父啊 如果我臨終了 如果我臨終了 我可不可以找到你們 不一定是你的 我知道你們很忙 找到你們的人呢 來跟我開示一下呢 等我身心放下呢 那麼他說 哦這個可以 我跟我們其他師父 或者是負責的人 我說低一聲啊 嗯 誰知道到下一次 再談電話的時候 他就說了 起初要求見面 嗯 後來說不用 後來說希望我能夠 到最後可以安排人去跟他開示一下 到再一次電話的時候 他就說了 師父 我放下了 嗯 我知道我有把握的 那麼呢 你連這個來找人跟我開示 都不需要 我說哎 你真是不用擔心我 顧不到啊 或者什麼 我們很願意啊 他說不是啊師父 我真是可以的 我真是知道 我有心 有力 有願 我去到 阿彌陀佛那裡 我去到極樂世界 我說你 你是不是真是一個 那麼堅定 那麼有信念的佛教徒呢 他說 很慚愧 我其實呢 學得不是那麼好的 我在唱懷法師那裡歸醫的 嗯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學得不夠師父那麼好的 不過我真是 很希望去那個地方 嗯 他說我丈夫走了 我有個兄弟又離世 我知道死亡是痛苦的一件事 如果我這一生再不解脫的話 嗯 我不想再受那種苦 嗯 那麼我 如果是這樣 你有把握就最好 不過 如果你是 嗯 沒有信心啊 或者到時候改變主意啊 你隨時通知我啊 嗯 我們會 隨時等你的電話的 嗯 他說 我只會通知我的姊妹 嗯 我真的走了之後 請她通知你 嗯 我一定會做這件事 哦 好啊 到時候告訴我吧 今天到今早早 是 我臨出門口之前 就接到電話了 那麼她就告訴我 我是哪一邊的妹啊 師傅 哦 已經走了啊 肝癌那個啊 哦 我記得啊 記得啊 怎樣啊 他說 他在什麼時候走了 嗯 咦 他怎樣啊 他說哎呀 走得非常之好啊師傅 那麼他說 他其實進了醫院 四天而已 嗯 有一天他突然間覺得 痛 很痛 那麼他家人就 想著跟他去醫院啊 嗯 他起初不肯去的 嗯 他跟我講的時候 他不喜歡醫院的 嗯 他說想在家裡走的 我說你家裡走很危險啊 走了你都沒有人知道啊 我說不要啊 你真的拍了什麼的時候 去醫院啊 不行的時候 你就去了 他說我呢 我就最希望呢 在家裡走 然後呢 身邊有人陪著我 最好我說 哎 不行啊 如果你在家裡走呢 萬一有些什麼差池 要解剖的啊 嗯 除非你是預先跟醫生商量 講定 你願意 你的要求 希望在家裡的 嗯 那你就要醫生 有個醫生去證明你才得的 咦 這麼麻煩的啊 肯餓 是啊 一定是這樣的 如果不是你即使你是身患重病 你得不到有力的證據 醫生都會 很多手尾啊 嗯 一定解剖的 嗯 他真的進去了 那他妹妹跟我講 進去第二天 已經不痛了 嗯 可能醫生打的止痛藥 是的 又或者他自己知道了 那他就開始 再到第二天 他就開始嘔啊 嗯 他妹妹就嘔一些 有少少臭味的東西 嗯 他那時候已經去不到大便了 嗯 吐了少少有味的東西 那他妹妹他們整家是信 幾個姐妹是信佛的 嗯 竟然可以跟她說啊 咦 跟你靜身啊 姐姐 靜身啊 清靜你身體啊 嗯 那他就開心了 他就開心了 她說 妹妹跟她說 咦 可能是時候了 你看 信佛的家庭就不一樣了 嗯 他可以很坦然 這樣面對自己的死亡 面對親人的死亡 嗯 到哪一分鐘在做什麼 大家都知道的 就告訴他 他就心中有數了 嗯 那麼起初那兩天呢 都在這個嘔吐不舒服的狀態 嗯 到他走那一天 到他走那一天 他早上 早上他們家人一直在那裡 六點鐘他就離開了 離開醫院了 早上六點鐘離開醫院 九點鐘 他自己親自打電話給妹妹 告訴妹妹妹 妹妹 我一直不停地聽著天樂 她說很好聽 很好聽的樂音 她說 是不是的 是不是我們和你念佛 她說不是 我現在還在聽著 我現在還在聽著 你們走了 她說 對呀 因為他們不可以在病房和她唸 只是隔著玻璃在外面 小小聲和她唸 他們說 她妹妹說 不可能聽到的 她聽了幾個小時 直到下午他們點鐘 再去醫院看她的時候 她還在聽那個天樂 很舒服 很長和 都是這樣 她妹妹就一直跟她說 鼓勵她 她跟妹妹跟家人說 她之前煩惱的照片 沒有了 即是那些景 令她生煩惱的景 那個情緒已經全部沒有了 她妹妹就說 好呀 如果沒有了 你就可以安心去極樂世界 她又很有信心 看著她一路唸佛 一路唸佛 一路唸佛 全家人又一路幫她唸佛 到四點鐘 咦 為什麼 一直沒有什麼 沒有人知道她走了 一直在身邊 很安靜 很安定 是護士進來告訴她 她走了 家人就一直跟她唸佛 她自己一直唸佛 走 這個是一個真真正正能夠做到 到最後的時候 一心不亂 心不顛倒 意不貪戀 是 信佛 信到這一分鐘 她自己這一生人的功課 就交得很好 很圓滿 到她妹妹跟我說的時候 說師傅 她交代了你 那些事情應該怎麼做 那些事情怎麼分 她交代了 我現在就是通知你 我們很安樂 還有她剛離開的時候 下午四點多 家人即刻打電話 去五台山 去其他寺院 所有寺院 正可準備做晚課 每間寺院 都可以跟她 送到阿美陀經 所以她家人就很安心 很恩惠 真是好 這些時間 她自己的願望 就是為了她捐贈怎麼樣 對了 我問她妹妹 我就问她妹妹 你有没有违体捐 有没有提到这件事 她就说 没有提到 这个就是 少少遗憾 所以 有些事情 都是要讲机缘 如果大家及了把握 就好一点 真的没有做到 是 但是最重要 她去得好 是 要等机缘 好 我们要把握时间 把握机缘 谢谢这位 姓梁的朋友 是 梁的朋友 她的妹妹 很愿意 将她姐姐的 这个历程 这一生人 这么难得的经历 说出来 和大家分享 是 她说 不介意啊 师傅你说 好了 多谢她 也多谢大家 好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